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本以为在娱乐作品这块,艳势剧市场的竞争已经够激烈了 各种现偶股研俱在一起,几家平台的王牌都亮出来了 不成想综艺领域也能正面相撞 按之前的制作计划,王牌对王牌与奔跑吧在播出时间上是不会在同一段的 可命运置换,前者延期了,后者正巧赶上了 为了王牌能占据最好的档期,跑男只能拱手让出周五黄金期 毕竟新一季生态片只是特别季,不能跟人家的正片比较 可俗话说得好,能把握住观众喜好的栏目才是先品 这一次的奔跑吧虽然成员大换血了,元老级嘉宾离开了 但不妨碍她内容有趣啊 第一期正片上线,大家在做效果时更显神通,遭就报效后期 如要排名的话,新人张真元遗憾垫底 飞行而来的孟子一不复搞笑女之称 卧底兄弟正凯与周深自然是包揽前两名的 张真元凭细心收获唯一高光 蔡文静重归重举,李真杀意只是在线 跟经验丰富的前辈相比 正是出道才四年的张真元是绝对新鲜感的力量 在录制团宗时,她与自己的好兄弟待在一起 或许能打得开一些 到了兄弟团中间,明显能感觉到孩子收敛了不少 既想展现自己,又会不熟悉给先制住了 到了吃饭的地点就萌萌干饭 完全不在意自己有没有镜头曝光 张真元在成为常驻这条路上,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幸好,弟弟拘谨归拘谨,眼神好的飞起 连随处放逐的答案都窥见了 带着她周深跟一起去看 让身为卧底的周深无奈帮助好人获得胜利 张真元是有高光的 蔡文静是发挥的比较中等的 虽没啥顶风时刻,但一直在活跃气氛 跟她一样保证喜剧底线的还有李晨与沙姨这两位 李晨在悄悄板环节斩大黑牛健身实力 沙姨嘴碎厉害,时不时来一句调侃 范澄澄不再是忙内厚 在表情地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只是点凭一道菜而已 这美貌仿若跳了一支舞一样 不做偶像了,这偶像包袱果然就没有了 白露推理环节在憨憨 孟子一玩出米其音 周深拿身份牌中成长 永远年轻,永远被骗 在推理环节 白露在扑克大战吸收到的教训还不够 这一期当所有人都怀疑郑凯是坏蛋时 白露想住哥哥也太惨了吧 于是坚定地站在他那一边 谁料他的支持 正中正凯圈套 有了他的号票 辨别黑暗料理的环节 好人团队浪费掉一次机会 白露是狠狠美人 孟子一是被综艺之神眷顾 本来打扮得漂亮 想做甜妹的 结果游戏玩得上透了 这嗓子尖起来 顺便米其 被周深狠狠调侃 身为冠军 神圣终于是成长了 他不是没拿过身份牌 节目组也给了机会让他去做坏人 可他傻乎乎的 紧张挂在脸上不说 别人说杀他都信 在音乐特辑里 他被杀一片的是团团传 这次成笨鸟了 周深的表情管理自然多了 在投票环节 大家想到正凯了 都没想到周深居然是坏蛋 笨鸟真一拿下胜利 周深功不可没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